没见过结局这么潦草的恋宗 嘉宾牵手像是儿戏 感情线也不清不楚 剪辑更是乱七八糟 要说这玩意没剧本 我都不相信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诀 今天我就要狠狠吐槽 连锁反应的大结局 上期我们讲到 爱豆姐身为端水大师 对哈汉哥和直球男 都是欲与路均沾 前脚和一个人约会 后脚就去安抚另一个 两位男嘉宾都对他死心塌地 惊于这天一大早 还起来给所有人 都做了大酱汤大早饭 这么贴心的小举动 还是很加分的 但我的眼睛 根本一不开 他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直球男昨天 没能跟爱豆姐约成会 今天早就做好了 要约会的准备 就连发型 都要精致到每一根头发丝 哈汉哥像个乖狗狗 坐在床边等爱豆姐下楼 就为了能够第一个 给他打招呼 他借着帮爱豆姐 整理项链的机会 偷偷又增加了亲密接触 你这是故意这么弄的吗 有点偏了呀 我坐在这儿 就是为了等你 打算和你说说话再走 爱豆姐一看 他这么乖 就坐下来跟他聊了起来 其实哈汉哥就是担心 今天爱豆姐和直球男出去 会影响明天最终选择的结果 感觉自己好像没选好时机 爱豆姐拉着他的衣角问 那为什么要跟我说 哈汉哥顺势 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你去了可不要被动摇啊 看看他们俩这个黏糊的劲 姐妹们是不是以为 爱豆姐心里已经有决定了 不不不 他这还是在端水呢 待会就要和直球男去约会了 他不给哈汉哥一点甜头怎么行呢 昨晚 臭脸妹给哈汉哥表白 惨遭拒绝 现在两个人只要碰面就尴尬 吃个早饭 碰见了还会相互避开视线 所有人都看出来 直球男为了约会 认真打扮了 别人都穿短袖 他非得穿个西装两件套凹造型 结果刚吃个早饭 就热的脱掉了 最好笑的是 他这个浅色裤子还会透 所有人都看出来 他今天穿的是红内裤 直球男尴尬的赶紧跑回宿舍换裤子 这位哥可别把我给笑死了 直球男出发之前 其他人竟然还给他做了战前指导 鲸鱼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给他传授经验 你细心点 体贴点 好好表现啊 别总傻笑的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手上戴个皮筋去 到时候女生吃饭要扎头发 你就能拿出来 白茶姐在旁边一听 哎呦 没看出来呀 鲸鱼你还挺会嘛 臭脸妹也让直球男 别给爱豆姐太大压力 尤其是管住那张嘴 别啰啰嗦嗦的说些不该说的话 然而直球男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刚开始约会 他就主动提了 哈喊哥昨天跟爱豆姐约会的事 他又说对方尽了全力 又说自己也不会输的 虽然嘴上说着 不会让爱豆姐有负担 但是这话说出来 就已经让人有压力了呀 在他说话的时候 爱豆姐只顾着闷头吃东西 吃够了就一脸冷漠的听他说 满脸都写着 我倒要看你怎么逼逼 反正我现在还没下决定 你要怎么表现是你的事 直球男心甘情愿做他的约 其他人说他是傻瓜 他也不在乎 所以不管爱豆姐对她是什么态度 她都会继续追的 而另一边 吕氏主动邀请了混血姐去约会 每次都查无此人的这位哥 终于又惊头了 然而他们俩的约会 还是被节目都给咔嚓掉了 至今我们仍未知道 他们两个到底聊了些什么 会计姐被动了这么多集 到了最后终于主动了一会儿 他邀请三星哥一起出去散播 两个人就坐在沙滩上喝起了酒 会计姐说自己心里的第一位是三星哥 三星哥其实从刚来的时候 也是和会计姐最聊得来 每次混血姐来对她表达热情 她总是会莫名的去看会计姐的眼色 她又是不太会拒绝的性格 才会显得那么被动 三星哥是为了寻找长久的恋爱关系才来的 她不想下了节目就分开了那种 所以一直在纠结和苦恼 而会计姐终于鼓起勇气打了直球 对三星哥说我最近心里排第一的一直都是你 三星哥的脸突然就红了 她喝酒是不会脸红的 现在就是不好意思了 她害羞到战术喝酒的样子 还有点可爱 这俩人要是真能成一对该多好呀 三星哥刚和会计姐聊完 回来又碰上了混血姐 那个压力瞬间又大了 混血姐说自己一直把三星哥当成王子对待 然后看到她来了 举止也会小心一点 这些都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三星哥听完就更头大了 这时会计姐也坐到了桌前 这个三人修罗场真是似曾相识 三星哥说自己身上湿透了 就是因为和会计姐一起去了海边 会计姐也在拿着东西擦手 混血姐对着三星哥直接发问 好玩吗 三星哥尴尬到说不出话 混血姐呀 你把人逼得这么紧 真的不怕人跑了吗 在最终选择之前 他们终于不带睡大痛苦 每个人都有了独立小单间 在最终选择那天 节目组还专门给每个人都租了跑车 先不说结果如何 这个牌面也算是做足了 女嘉宾一次选择 写着男生名字的信封 然后坐上跑车前往告白地点 最没悬念的就是白茶姐和鲸鱼这对 他们俩在最终选择之前 就已经甜甜蜜蜜了嘛 白茶姐下车走过来的时候 鲸鱼因为等了很久 还有点不安 她说自己虽然是99%的确定 但还是觉得剩下的1%可能会改变 但是看到白茶姐的车一来 她就放心了 等到白茶姐下车 她的心情就直线上升 现在感觉特别好 他们俩因为之前没办法锁在一起 还有意见 那么现在 节目组就给了他们每人一副锁链 你要是同意对方的表白 就把锁链锁在一起 不同意还能当场断开 鲸鱼当然是亲手帮白茶姐 把链子给锁好了 两个人的锁扣组合到了一起 很可惜 他们俩连个拥抱都没有 牵着手就下线了 看来是真挺急的领通告费 三星哥那边等来的还是混血姐 会计姐根本就没有出现 这时节目组才放出后才说 三星哥要等的人就是混血姐 两人的锁链也最终连接成功 我在屏幕前看的是一头雾水 这感情线也是发展的莫名其妙 三星哥昨天还在说会看会计姐眼色 现在就快快乐乐和混血姐牵手了 而会计姐是主动退出了这段竞争 他觉得自己已经努力争取过了 原本排第一位的三星哥对他来说 好感也降低了 所以他没有想要选择的人 同样没做选择的人 还有律师 他全程都毫无参与感 感觉就是来塞班岛度了个假 他说自己在这里 没有任何当做异性的人 这个想法还真是从开场到结束都始终如一 哈汉哥和直球男都在等待爱豆姐的宠幸 那么爱豆姐最后到底选择了谁呢 答案就是直球男 直球男看他来了 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呀 他身后要是真有尾巴 肯定摇出螺旋桨了 两人在海边相拥的画面还挺唯美 总之 恭喜爱豆姐牵走忠心小狗 哈汉哥一直等到天黑 都没等到人来 最后等来的人只有臭脸妹 臭脸妹就算被哈汉哥拒绝过一次 还是努力向他表达了好感 他刚说完告白 就把锁链接在了一起 哈汉哥很感谢他能选自己 但是 他的心是不会变的 所以 他又把街上的锁链给拆开了 可怜的臭脸妹又一次惨遭拒绝 最后向哈汉哥讨了一个安慰的拥抱 然后 这个节目就猝不及防的结束了 不知道姐妹看完是什么感觉 我只觉得看了个寂寞呀 本来这节目的录制时长就只有十天 而且录制地点还不在韩国本土 而是在塞班岛 但是节目组似乎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前期准备的约会安排和游戏环节 无趣也就罢了 后期也简直乱七八糟 每对情侣的感情线都显得非常突兀 三星哥对于混血姐的态度 在节目里我只能看出抗拒和不适应 相反 他和会计姐的相处倒是更自然一些 如果节目组能多放出一点 关于三星哥内心转变 泄露历程的后彩 或者是他们两人的互动 我们的观众也不至于看得一脸蒙圈 爱豆姐那边的大三角就更乱了 关于爱豆姐的后彩 基本没有 作为观众 我们只能看到爱豆姐的两个男人之间来回周旋 最后就像是为了强行凑队 才做出的选择 关于他对两个男嘉宾到底有多喜欢 节目里全都没体现 律师 会计姐和臭脸妹 这三位炮灰就更惨了 全程都没有什么镜头 律师更是好几期连约会都被一解没 观众都快忘了这个人了 明明有这么刺激的铁链元素 又要求男女嘉宾同床共枕 我点开之前 本来以为至少也是单身级地域 或者一点语言那个尺度 结果真正看了才知道 这个锁链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人当狗溜 想象中的刺激场面 全都成了小孩子过家家 整个节目里除了景色好看 颜值还行 经费充足之外 我都找不到什么亮点 还好姐妹们只是看了我的解说 没有去语言片浪费时间 跟他同期播出的换成恋爱2 粉色谎言 只是睡觉的关系 哪个不比他强呢 以上这些恋风 我的频道也都有解说 欢迎姐妹们来一起追耕吐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还想看我讲什么综艺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